各位法師 各位居士 大家好 我們今天再繼續一起來探討中論第二品 觀趣來品 請大家翻開趣來品最後一頁 導師的科判 中論的第一品跟第二品 依導師的判涉 這是總觀 第一品 觀音原品 是觀集無聲 主要在討論八部的開頭 不聲 第二品 觀趣來品 這是觀密不趣 主要是討論八部的最後一個 不來亦不去 這一品主要分成三門 來破除去法去者去實的自性質 首先 丁一是三十門 就是從已去或未去或正在去 這邊來觀察 丁二是一意門 一就是同一 意就是別意 這個主要是從去者與去法 到底是完全相同呢 或者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法 這又分成體跟用 觀體不成與觀用不成 而最後是有無門 就是實有或實無 不論是去者實有 這個不對 或者去法實有 那也不對 那在三十門 又分三大項 就是觀去不成 觀發不成 觀住不成 去就是一定伴隨著去法的動作 發是出發 從靜止開始抬起腳 要出發 住 這個是 就是有去的動作 最後要停止 所以這個住 它是一定是先有去的動作 最後停止 才叫住 因此 有人問 那靜 動靜的靜跟住 哪個範圍比較大 如果從這裡來看 未出發之前 那也是靜止 那去了以後 去的動作結束了也是靜止 但是 這裡的住 只限於去的動作停止 那個才稱為住 在還沒有出發之前 在還沒有出發之前 雖然它是靜止的 但是 在出發之前 不能稱為住 觀去不成 又分兩項 觀三時無有去 另外 是觀去者不能去 觀三時無有去 首先 第一頌 就先總破 已去無有去 未去也沒有去 去時正在去也沒有去 這已去未去去時都沒有去 這是總破 已去因為去的動作已經結束了 所以沒有去 未去根本還沒有去的動作 所以也沒有去的動作 那一般人總會認為 我去時有正在去啊 這個時候應該有去吧 因此第二頌 這是外人 主張 已去未去雖然沒有去 但是去時應該有去啊 因此他們 主張正在動的地方 有去法 因此這個時候應該有去時 並不是已去或未去 而是去時的時候有去 那論主先開這三門 最後逼著他走上去時去 這個死路 因此第三頌到第六頌 就直接針對去時去 這樣的執著加以破斥 那外人是認為 先預設有一個去時 這個去時 他預設是時有的 論主就說 你這個去時 應該要伴隨去法 才會有去時啊 如果離開了去法 那怎麼會有去時呢 如果一定要主張去時有去的話 那就會有過失 第四頌 就是離開了去法 有一個單獨的去時存在 這個去時是離開了去法 而單獨存在的緣故 第五頌 如果一定要固執去時有去的話 那就會有兩種去 一個去時二位去時去 意思是說 一談到去時 一定是伴隨一個去法 才會有去時 所以一提到去時 已經有一個去了 如果你還主張有一個去時去 那就有第二個去了 因此如果主張去時有去 那就會產生有兩個去法 第六頌 那如果有兩個去法 那就會有兩個去者的過失 因為去者一定是伴隨去的動作 才會有去者 那你這個去法如果沒有去者 這個去法如何施行呢 所以有一個去法 就一定會有一個去者 那你有兩個去法 那你有兩個去法 那就會有兩個去者 那提到去者 底下第七頌到第十一頌 就專注來破去者的自性值 外人也是預設有一個去者 那論主就說 你這個去者 一定要伴隨去法的動作 才會有去者 如果離開了去者 這個去法 沒有辦法單獨運作 如果沒有去法 那怎麼可以稱為去者呢 第八頌 如果要談去者 那不外乎兩個 一個是去者 一個是不去 這裡就提到去者 則不去 不去者也不去 離開了去者不去者 沒有第三個去者 那不去者 那不去者 沒有去的動作 當然不去啦 這個比較沒問題 但是 外人 總會覺得說 應該有去者啊 因此 論主 先開 幾個門 去者 不去者 還有 有沒有第三個去者 第三個去者 不存在 那剩下去者跟不去者 逼著外人走上 去者去 這條路 因此第九頌 在針對 去者 的知性質 集中加以破斥 如果你主張 有一個實在的去者 在去 那這怎麼能夠成立呢 因為 這個去者一定要 因代去法 才可以成為去者啊 如果 離開了去法 你怎麼可以 預設 有一個去者的存在呢 第十頌 如果你 如果你還是固執 去者 有去的話 那就會有兩種去 一位去者去 二位去法去 這個論法跟前面 去時去一樣 就是 一提到去者 一定伴隨一個去法 已經有一個去了 你現在又說去者去 那就變成會有兩個去法 如果固執去者有去 那就會有兩種去 如果兩種去 那就會造成了兩個去者 因此 十一頌 如果主張 有去者的自性在去 那就會有過失 離開了去法 有去者單獨存在 說去者有去 去的自性質被破除了 外人他想 那應該有發 如果有發 發是去的因 有因 接著去的果 就可以成立 因此 他主張有發 希望用發 來成立 他的去 因此十二頌 一樣 先談 用山門 來觀察 你這個發 是在什麼時間點存在呢 是在已去中 或者未去中 或者正在去 的去史之中有發呢 一論主來看 已去之中 已去 連去的動作都結束了 那怎麼會有發呢 未去 根本還沒出發 因此也沒有發 去史 正在 行動的 當下 那已經有 正在行動了 正在去了 也沒有發 何處當有發 十三頌 未發 無去時 亦無有已去 有發的動作 才有去 所以 有發的動作 才有去時 跟已去 如果沒有發 如果沒有發 那當然就沒有去 那當然就沒有去 所以這裡說 如果沒有發 那當然就沒有去時 如果沒有發 那當然就沒有已去 如果要說有發 那必須在去時 或已去 或已去 當中 來尋找 那未去 根本還沒出發 當然就沒有發 十四頌 無已去 無未去 亦付無去時 已去 去的動作都結束了 那更沒有發 未去 也沒有發 去時 去的動作已經在進行 這三時 一切都沒有發 既然都沒有發 當然就沒有去囉 那 為什麼還要再分別 已去 未去 或去時呢 好 這是觀發不成 接著觀祝不成 這個祝的定義 我們看一下 講義 八十八頁 角祝五十一 清目四 第四行 因去法滅 故 有住 住的定義是 有一個去法 去法止息了 這時候才稱為住 如果沒有去 都不能稱為住 好 那這裡第十五頌 說去者 不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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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有第三柱呢 去者一定是伴隨著去法 那 正在去 因為還有去的動作 他並沒有停住 不去 不去 連去都沒有 怎麼會 去的動作 止息 而有住呢 因為剛剛提到 住的定義是 先有去的動作 去的動作 止息了 才稱為住 不去者 不去者 根本都沒有去 因此 他也不住 離開了去者 不去者 哪裡有第三柱呢 外人認為 不去者 既然沒有去的動作 當然 就不再有 動作的止息 稱他為不住 這個還可以接受 但是他們認為 去者 有一個去的動作 他 早晚 總要止息 在止息 當下 應該有住 所以在集中 去者 是不是有住 來破斥 因此十六宋 說 去者 若當住 云何 有此意 如果離開了去法 去者 不可得 那去者 如果他 還有 正在去的動作 那當然就是不住 因為住 停止 跟去 還有動作 一個動一個靜 這兩個 相違 因此還有動作 就不能稱為住 住 那如果 當來 未來 他去者 有去的動作 等到他住的時候 導師說 如果 他已經停住了 已經沒有去的動作了 這個時候 沒有去法 就不能稱為去者 頂多可以稱為 住者 住 但是不能稱為 去者 住 因為去者 一定是伴隨一個去法 還有動作 十七宋 未去 未去 沒有住 已去 沒有住 去時 也沒有住 所有行止法 皆同於去意 行止法 依導師的解說 有三項 我們看 講義 八十八頁 最下面這一段 所有的行止法 都應該做這樣的正觀 行止法 可以從三方面的觀察 第一個是時間上 過去來現在 現在去未來 另外在空間上 從此去比 或者從比來此 第三個 就是十二元己中的 無名元行 行元事 乃至生元老死 等 諸行 這是行 止 就是無名滅 则行滅 行滅 则滅 乃至生滅 则老死滅 這是止 因此 一切 行止法 都可以依這樣的觀察 好 以上 從三十門 來觀去 發住 都不成 接著從一億門 觀體 不成 第十八頌 如果去法 全等於去者的話 這個不能成立 因為 例如說去 去者是一個人的整體 全體 而去法 只是 腳的行動 是一種深夜的表現 而已 只是局部的 因此 去法 跟去者 如果完全等同 這是不對的 那如果去法 跟去者 完全不相干 是完全別意的話 那也不對 因為去者 必須 絕對 必須伴隨去法的動作 相應待 才 成為去者 同樣的去法 也要應待去者 才有這動作 來實行 因此相同或不同 都不對 這是總標 十九頌 是破一 如果認為去法 就是去者 那麼去者跟作業 就完全統一了 第二十頌 再破一 如果認為去法 跟去者 完全別意的話 那麼 就離開去者 有去法 單獨 成立 同樣的 如果去法 跟去者 完全不相干的話 那麼 離開去法 有去者 單獨成立 但是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這是破一 二十一頌 是結成 去法跟去者 他其實是彼此相依相待 假明的緣起 用同一的法 來觀 或者用一法門來觀 都不可得 這二門都不能成立 因此 去者跟去法 這個體 都不能成立 再來觀用不成 第二十二頌 由於去法 才能夠知道去者 那請問 這個去者 能不能用 這個去法呢 去者用去法 這裡有說 分兩個 一個用試去 試去就是 由去法 來成立去者 的這個去法 二三頌 是用意去 就是 由去法成立去者 那去者用另外一個去法 好 這邊 我們來看看 導師的解說 回過來 九十二頁 觀用不常 因去之去者 就是去者 那是需要跟去法 像因代 因代一個去法 才知道有去者 那這樣的去者 那這樣的去者 在還沒有去法 之前 那去者是沒有辦法成立的 好 那如果沒有去者 那怎麼會去用這個去法呢 呢 先無有去法 如果去法 還沒有 成立之前 怎麼會有去者 既然沒有去者 怎麼還會去用這個去法呢 好 另外 另外 由去法 來成立去者 那前面這個去法 就單獨 就單獨成立啦 沒有去者去用它囉 就會有這樣的問題 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角柱七十 看一下清目式 因去法 知道有去者 這樣的去者 不能用 表現 去者的這個去法 再去 先無有去法 如果沒有去法 當然就沒有去者 那去者都沒有 怎麼可以用 之前的這個去呢 所以 何去法 之去者 就是 從這裡來看 就是 其實去法跟去者 它是相應待 不過我們這裡 所以 就先假明說 必須 伴隨一個去法 那才會有去者 這樣的去者 不能用此去法 為什麼呢 去法 還沒有成立的時候 還沒有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去者 因為去者 如果沒有去的動作 不能成為去者 不能成為去者 不但沒有去者 也沒有去實 或已去或未去 如先有人 有一個動作的主體 還有誠意 這誠意就是我們去的目標 或者是中間所行處 所去處 所去處 有一個空間 有主體 有去處 才能夠有所起 才能夠起這個去法 去法去者 則不然 去者必須應待 去法才能夠成立去者 同樣的去法 同樣的去法 也必須應待去者 才能夠成立 我們看一下 導師的解說 瓜虎二證明 解釋二十二頌 破去者不能用 此去 去 我們來觀察 因為之前是提到 觀體不成 去者跟去法 是同一 或者完全別意不成 現在觀用 你這個去者如何 來施行這個去法 觀用 你說去者能用去法 好 這去者 是必須應待去法 才知道有去者的 請問 這個去者所用的去法 是哪一種去呢 好 底下是分兩條路給他選 第一個 大家可以 看這邊 這個去者 一定伴隨一個去法 才能夠成立去者 那現在再問 你這個去者 是用 因代的這個去法嗎 跟你正因代的這個去法嗎 這是第二十二頌 第二十三頌說 你說 你是有一個去者 在 施作 在運作 另外一個去法 有另外一個去法 就是一個 極 一個意 好 那如果 有去法而成立去者 這個去者 能用跟他因代的這個去法嗎 底下是先 我們先觀察 這是第二十二頌 一論者來看 不能 用 因代的這個去法 來說去者去 因為說去者去 那必須先有去者 要去者來用一個去法 所以去者在前 去法在後 這個就如清牧師所說的 必須先有人 人 有去的目標 有去的目標 有他行走的空間 才能用一個去法 才能夠起去法的用 如果照這個來說 去者在前 去者在前 去法在後 他能用的 能被去者所用的 必須去者先成立 才可以 有了去者 才能用去法 才能用去法 但是 我們來觀察 因去而之去者 就是因代一個去法 才知道有這個去者 那麼這個去者 那麼這個去者 能使用 因代的這個去法嗎 所以從這一句來說 因去之去者 因去就是去法在先 然後才有去者 那前面的這個去法 因為他在先 沒有去者來用他 所以也就不能說 有去者去 因為說去者在用什麼 他不能用到前面那個 不能用到跟他因代的這個去法 因為去者 必須有去法 成立之後才有去者 那你這個去者 必須用 在他之後的去法 這是順著外人的想法 其實中觀正義 去者跟去法 那是不一不一 不是說哪個先哪個後 但是這裡是順著外人的想法 對外人的執著 的自性質來破斥 這是說 因代去法 而有去者 因此去法在前 在去者之前 而說去者去 有去者來用這個去法 那時候就是去法在後 而去者先的去 不能成為去者所用的去法 這句是說 在去者之前的去法 在去者之前的去法 就是因代去法才成立去者 的這個去法 不能作為去者所用的去法 這是第二十二順 那二十三順 破去者不能用另外一個去法 我們看角柱七十一 清目是 因去之去者 去者 必須因代一個去法 才有去者 那既然這個去者在後 不能用到前面那個去法 或許有人就主張 那成立了去者之後 他能用的是另外在去者之後的一個去法 但論主說這個也不成 於一去者中不得二去故 因為一個去者一定是有伴隨了去法 你如果又有另外一個去法 那應該有另外的去者 所以何去法之去者 就是因代一個去法 而知道有去者 這樣的去者 不能用另外一個去法 就是跟他因代的去法之外 他又用另外一個去法 可以故 一去者中二去法不可得故 一個去者 怎麼可以有兩個去法呢 因為去者一定是伴隨一個去法 好 我們看導師的解說 假定說 因代去法 而知道去者 這樣因代的去法 不能被去者所用 因為這個去法是為了成立去者 跟他相因代的 而既然有了去者 外人說 既然不能用跟他因代的去法 不妨用另外一個去法 但是轉向 用另外一個去法 論主說 這還是不能成立的 去者 不能用意去而去 因為去者跟去法是相代而成 去者只有一個 於去者之中 於去者之中 不能說有兩個去法 理由是 去者之所以成為去者 是因為 有去法跟他相因代 有去法就有去者 如果說有兩個去法 那就變成會有兩個去者了 因此 中觀的正義 是去法跟去者 不依不義 前面再破 依就用依的去 相同的跟他因代的去法 後面 再破依 別依的去法 好 結說 依正確的因緣 依說 去法與去者 它是沒有固定性 就是沒有自性 自性就是 不因代其他的法 可以自成 獨立成立的 但是其實 去法跟去者 都沒有自性 它是緣起相代的 存在 彼此是不依不義 不能說他完全相同 也不能說他完全沒有關係 非前非後 所以我們前面 有時候說去法在前 或者去法在後 這是順著外人 重破 你如果有這個 去法或去世的自性的話 但是以中觀正義來說 那是不依不義 非前非後 也非一時 在不觀察的世俗地中 因此有比 因比有此 去者與去法都成立 就是互相應代 如果一一看為實有自性 那不是一 就落入一 不是落入先就是落入後 必然陷於至愛不通之中 中觀正義是去法與去實 它是緣起相代的假明 從世俗來說 但是相代假明有 從聖義來講 兩個都是自性空 這是意義門 從體跟重用 來論破 最後有無門 二十四頌 決定有去者 不能用刪去 不決定去者 意不用刪去 我們先看一下 九十五頁 二 九十五頁 先看一 略明的地方 再從有無實體 來觀察去法與去者 決定就是有固定的字體 所以這個決定就是實有 不決定就是沒有固定的字體 外人認為決定就是實有 如果實有去者的話 那是不能用刪去的 這刪去如果依清目論施的話 這個三去 是指 未去 已去 跟去實 我們看角柱七十八 刪虎二 清目四 決定 就是 本來實有 不應去法生 不應去法 是有身體的動作 如果決定有去者的話 不能用刪去 刪去是未去 以去去實 如果決定有去者 有去者的自性的話 那有自性就不應待 那不應待去法 就有一個實在的去者 既然有實在的去者 不必應待的話 那就代表 他即使離開了去法 也應該有去者 其實這不能成立 第二行 接著 若去者不決定 不決定 就是本來實無 就是完全沒有去者 那既然都沒有去者 那既然都沒有去者 怎麼會用三去呢 這個已去未去現在去 到底誰讓他去啊 沒有去者的話 因此 這樣也不對 以因去法 才可以稱為去者 那去者都十五的話 那怎麼會用三去呢 因去法固有去者 如果先無去法 那就無去者 好 這個是二十四頌 如果有去者的自性 不應待去法 這個去者自性實有的話 那既然不應待 去法 他有去者的自性 那不管去 以去未去去實 他都有去者 那 都有去者 那根本不用再 分別有三種去 如果去者實無 如果去者實無 也不用 為去 以去 去實 不過這個三去 論詩之間的看法不太相同 清目論詩是說 為去以去跟去實 如果越稱論詩的話 如果越稱論詩的話 請看角度七十五 瓜無四 去的主體如果是實在的話 去的主體就是去者 如果是實有的話 那三種類的去法 是不能成立的 不能用三種類的去法 那三種呢 第一個是實在的去法 就是實有的去法 第二個是實無的去法 第三 亦實有亦非實的去法 一個是實有實無 再來亦實亦非實 這是越稱明俱論 對三去的解說 好 第二十五誦 去法定不定 一去者不用三 二十四誦是說 有實在的去者 二十五誦 說 有實在的去法 或者十五的去法 這個是從去法 來看 我們看九十六頁 以導師的解說 再從去法的決定不決定來看 如果去法決定有 如果去法自信實有 就不因去者而去 還有自信不必因待去者 就有實在的去法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就不用去問 去者跟去法 到底合合或不合合 去法就應該永遠在去 這樣去者自然也說不上 用以去為去 去死的三去了 如果是不決定有去法 也就是去法完全都沒有了 既然完全都沒有去法 那去者還能用嗎 還能用三種去嗎 最後結論 去法去者 即所去處 都是無自信 所去處皆無 我們看導師的解說 再從有無實體觀察去法與去者 略明 這邊我們先看 決定就是有固定的字體 不決定就是沒有固定的字體 這有無實體 外人與中觀者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中觀者看來 沒有固定的字體 就是沒有自信 自信是長橫獨一 不變性 主宰性 任何一法都是因緣而生 沒有固定的字體 而中觀說的無自信 並不是什麼都沒有 只是沒有固定性 而緣起的假明 還是有的 這樣決定有 是妄見 就是自信是有 這是妄見 而不決定有 就是沒有固定的自信 就是正見 但是外人的看法不同 外人不瞭解緣起 把自信的實有見 與緣起法打成一片 混為一潭 所以外人聽說有 就以為有真實的字體 如果說無實體 他就以為什麼都沒有 像這樣的有實性與無實性 都是錯誤的 就是外人主張實有或實無都不對 本文批評 決定有 決定實有 不能這樣立 不決定有 就是實無也不行 這是針對外人的執著 而加以破斥 二十四頌 這是從去者的決定不決定來看 不能用三去 外人說的決定有去者 或不決定有去者 都不能成立用去法 如說決定有去者 那去者是自信實有的 既然是自信實有 就不必應待去法 就有去者 去者就常常如此 沒有便意差別可說 就經常都有去囉 如果他是自信實有的話 也就不能說 用已去未去去死的三種去 如果說不決定有去者 不決定 那就是根本沒有 去者根本沒有 那哪裡還談得上 用已去未去去死的三去呢 這個去法必須有人去運作出來 既然去者根本都沒有 怎麼還能用三種去呢 再來二十五頌 這是從去法的決定不決定來看 去者不能用三去 從去法的決定不決定來看 如果去法決定實有 他是自信有 去法自信有 就不必應待去者 不應待去者 就有實在的去法 這樣的話就不必問 去者與去法 到底是合和或不合和 去法就應該永遠 再去 這樣去者自然也就說不上 用已去未去跟去死的三種去了 因為不管去者用不用 他有去法的自信 一直在那邊去 如果不決定有去法 就是去法根本沒有 根本沒有去法 那去者怎麼用呢 就用不上了 那去者還能用三去嗎 從上面種種看來 去法去者即所去的處所 都是沒有執心的 為是如幻的元起 最後總結 從來去的運動中 推論到 人法實處 如果以去來講 人就是去者 法是去法 時是去時 處是所去處 因為一有運動 有時空動 有就牽涉到法體 就是去者 時就是時間 空就是處所 動是運動來去 因此 人法實處 都沒有決定的自信 顯示出一切無自信的元起 以上 這是觀趣來品 這一品很重要 因為後面中論 有時候類似的論法 他就說 如前 去來中說 所以 我們這一品的論法 弄清楚以後 後面 他一提到 如去來中說 我們才知道他在說什麼 好 第二品我們就到這邊 先休息一下 我們要去參考 Linne 塔 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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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